所以你的對象然後大家都愛 欸 這沒什麼意思 不是 什麼意思 我可以理解 你可以理解嗎 就可以帶了這些 欸 真的 OK 愛也不要玩 我不能理解 你們就要去share非常多 你們所謂的生活圈 欸 你應該一直點頭啊 還是你們兩個在一起 嗨 大家好 我是海莉 歡迎來到海莉的冬天企劃 你們是不是想說 冬天企劃在創啥米 欸 冬天你們想幹嘛 陳妮阿姨冬天想幹嘛 我會想泡溫泉 泡溫泉 你會想自己去泡嗎 你會想自己去泡嗎 找朋友 對不對 會想找你的伴侶 你的另一半一起去泡 享受兩人時光 冬天天氣很冷 想找人來暖暖手 海莉的愛情診療室開張囉 很多朋友跟我分享說 海莉我最近想交男女朋友 可是苦無對策 這不就來了嗎 海莉這次精選了三間 台北市酒吧地圖 我已經都幫你探店探好了 你帶你的另一半來這三間店 保證 結婚 第一間我帶大家來到信義區 父親南路這邊 這一間店叫做 The Fridge Bar 冰箱酒吧這個 看不出來對不對 看不出來 你是以為是餐廳 這個就可以凸顯 你很內行的一個特色 這個冰箱酒吧 它是隱身於三明治餐廳的裡面 你看它的玻璃門後面 你走經過會以為是 人家餐飲店裡面的餅館 沒有 那是一道門 你推進去 你才能打開一個新世界的 你推進去才能打開一個新世界 然後它還跟森林重工空調合作 酒吧要怎麼做到 跟空調公司合作 然後他們這一次 還有一個為期三個月的活動 還會推出三款特色調酒 我就想說 這原本就是我愛店 我不如趁這次活動期間內 來喝喝看它的調酒 你就跟著我進去吧 記得要熟門熟路 進來進來 不能表現出慌張的感覺 會不會真的很多客人找不到 很多 很多啊 好 我三杯 三明治重工 特色風味調酒已經來了 第一杯就是素冷冰清 再來是重工幾個人秀券廠 還有最後不凡的至尊 是三杯 你不覺得麥香都很漂亮嗎 尤其第一杯 是不是看起來很像生啤酒 剛剛阿笑他還拿那個打慕斯進 重點是它不像一般鮮奶油 很厚重的感覺 它是很綿密很絲滑 然後它跟下面微酸的那個調酒香 其實是非常融合的 然後你聞的時候 我覺得會是以薰衣草的味道為主 重點是完全沒有酒味 非常順厚 然後中間我對於這一個 重工幾感受更好奇了 你們猜這上面是什麼 松露片 松露片 這松露很大顆 這是法式薄餅耶 它上面是用油 麵粉跟芝麻去做的 所以它讓你可以一口 這種法式薄餅 然後一口酒 真的是重工幾感受很搞剛 這是他們自己靠的耶 薄的透光 這個畫面好好看 均勻把我擋住嗎 這個薄餅咬一口 它會有油香 但沒有油好味 重工幾感受它的酒體 的酒感就比較重 可是搭配這個芝麻薄餅的那種堅果香氣 發而融合得很好 你喝到後面它會有那種 焊焙鐵觀音的魚香 我覺得這一杯會是男生喜歡 甚至你帶長輩來 它會喜歡這種有一點茶味 搭配堅果 無茶跟無酒 然後會建議如果你是第一次帶女生來 帶你的另一半來 它如果是喝酒的初學者 先點這一杯素冷 然後等它可能比較能接受 這些酒感比較重的酒 你再讓它喝喝看這個 你有看到這是什麼嗎 冰花 你不覺得東西冷凍過很漂亮嗎 就跟三菱中工 空調一樣 超漂亮的 真的會冷喔 我想先試試看上面這個 它不是草耶 也不是生菜 它的口感好像水果喔 水果 脆脆的 它雖然吃幾片葉子 可是吃起來還是有口感 它甜鹹甜鹹的 有一點點涼霧的感覺 涼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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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特別 然後中間阿小說 這是小玉西瓜做的冰磚 那我想先喝喝看酒體 欸 這裡真的很適合 就是你帶另一半來 他一定會覺得說 喔 內行 在這麼難找的店面之內 然後點這一些調酒 拿來打卡 拿來拍照 這個應該有做功課才記得 對 要做功課 它真的可以體現三菱中工 你那種中工級感 小多層次 酒的基底是一式清酒 裡面加入了 酸甜的小玉西瓜冰竹 盛進一個尾韻 還會喝到柚子那種微苦的 回甘的口感 這個適合當第二杯酒 欸 我跟大家講 我今天帶大家來三個酒吧 適合帶你的伴侶一起來 我覺得 因為這一間是我特別推薦 因為它前面 它有熟食區 你可以先吃三明治 它會覺得說 喔 你意圖沒有那麼明顯 它不會抗拒 吃一吃吃一吃 再順水推之後說 啊 時間比較晚了 我們要不要進去喝一杯 直接推開門 就馬上到了 所以就是你可以有間接式的步驟進來 阿鮮老闆請問 這個熟食 Let's order到幾點 10點半 我也做這個加點 如果要吃熟食搭配調酒的 你要早一點來 10點半是最後加點 然後我會建議大家 這點起來一個set 超級加分 後面我們第二間有請 我們一個神秘來賓 來跟大家分享說 如果你是 追求別人追求不到 你到底是哪邊缺少了 哪邊可以在進步 哪邊可以在改進 然後我前面第一家 我們就喝了這三杯 也推薦給你們可以來喝喝看 喝的時候同時 去感受風的感覺 就跟三菱重工一樣 存在你左右 接著我們下一家 第二間帶大家來到 信義東話路口 這是我的私藏愛店名單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的伴侶 喜歡那種比較獨特風格 文青 甚至他是那種喜歡日式 日本風格的人 一定要來這家秋香酒吧 我們直接進去 好 接著我們進來秋香裡面了 我自己是喜歡他的吧台座位去 是可以看到 我們八天的 直接調酒的過程 而且進來 立安就小尖叫了一下 這是不是你喜歡的風格 超喜歡 它融合了日式 甚至還有一些台式復古 欸這個瓷磚是 阿嬤家就有了對不對 如果你的另一半是 喜歡這種復古風格 喜歡拍照的人 也可以帶他來 這裡整個氛圍感 跟外面信義東話路口 是完全兩個事件 然後我有推薦三杯 必點調酒 三個都點各一杯 要不要 一起來喝喝看 秋 我要這三個都各一杯 我跟大家講 秋香的老闆叫秋 聽起來怪怪的 可是很親切 然後他會幫你做這個調酒 而且我剛剛跟立安還有Daniel講 他們平常 你們是不是平常都不太喝清酒 你都喝啤酒 難怪你的肚子 很多人覺得清酒 可能是比較宴會級的酒類 甚至什麼居酒屋 你平常跟朋友聚會 好像年輕人比較不會主動去選擇清酒 但我覺得你們可以來秋香Sake Bar 這裡喝喝看 清酒可以有很多不同風味 你看光這裡 清酒就有很多不同的基地 好 現在我點的三杯調酒已經上來了 分別是素冷 凌翠跟不凡 我覺得也Irene的感情狀況 我建議你喝一下素冷好了 為什麼 素冷是 它裡面有清酒為基底 然後再加上蘇打水 所以喝下去會讓你整個清醒 因為Irene之前在一些 感情裡面糾纏 稀稀浮浮浮的 直接素冷 讓自己先冷靜下來 桂花跟金萱的慕斯 口感有點像奶蓋耶 茶跟雞酒本身混合得滿好的 而且是女生可以接受的口感 而且它有點培茶的香氣 然後上面的慕斯也會讓你就是覺得 喝下去第一口是有被包覆的那種感覺 很多一個口感 重點是如果你真的跟你曖昧對 跟你曖昧對象來 一定要先點素冷 因為上面這個慕斯 它會沾到 不是你就會這樣 然後你就說哎呦 好噁心 我就不能說我破解 素冷很適合你第一杯 先點起來喝 讓你不管是從外面啊 周車勞頓來到秋香酒吧這裡 先點素冷 讓自己整個冷靜下來 然後再來去享受後面的 你先喝喝看 然後我跟大家講 我覺得秋香酒吧 它不只是整個妝狂氛圍 甚至它酒的調性 酒的裝飾 都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簡單的 但你喝下去 會覺得說裡面 多道工法 喝出他們的工藝 Irene點的就是這一個部分 比起另外兩杯 它的裝飾更少了 它的酒體是比較透明 比較清澈通透的 但是喝起來它的味道 反而是最多層次的 它有香料味 它香料味很重 它有很多辛香料 但是它也不會到辣口的那種口感 我覺得它多數都是在你的鼻腔聞起來的 然後吃進嘴巴 你的喉頭啊 你的那個口感 不會刺激 不會辣 反而是聞起來 所以你聞吃 跟整個吞進去不同感受 再來中間這一杯 重恭喜感受 我會建議大家 你第二回合點起來 它是這三杯之中 它的工序比較繁複一點的 裡面的內容物比較多 直接就喝了 好你喝你喝 薰衣草 薰衣草 有薰衣草吧 有有有 花香果香 它的花香跟果香 還有那個薰衣草的香氣 其實是蠻融合的 不會說有 很明確 你知道就是有 薰衣草 尬 水果 尬 它融合得很好 對 重點是我覺得 這三杯都有一個共同點 它不會因為清酒 或是什麼清酒 其他的基底酒 讓你喝起來很辛辣 我覺得跟布凡很像 你聞的喝的 跟你含在嘴巴 都有不同的口感 分子料理 其實看到它K你 其實我覺得有點改觀 因為其實我平常 並不是一個 常喝清酒的人 因為就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清酒會比較 辛辣難入口 可是這一間反而 有改觀的感覺 對啊對不對 如果對你來是有加分 品味不錯 但我想問阿瑞 你覺得我們這世代年輕女生 對年輕女生 26、27歲的年輕女生 被選對象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共同的 就選擇指標 給大家參考一下 僅代表本人立場發言嘛 我覺得應該說 就是在2627的這個年紀的時候 你要開始去找一個暧昧對象 你通常應該會期待 對方相對新智年齡沉穩吧 對吧 因為其實已經不太像 以前的高中或大學的時候 你們還有那種天真爛漫的 可愛小時光 我覺得要穩重 然後你可以有幽默感 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些風格 可是在處理事情 危機狀況的時候 你要穩重 然後真的是知道怎麼應對 所以我覺得 要跟三菱重工一樣 沉穩內斂 是一大指標 嗯 而且還有內涵 喔內涵 哇 然後我自己啦 我會喜歡 你要有自己的個性 你不管是 你很幽默 或是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不跟風 而且我覺得應該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是大家都要能接受的那種 標準吧 大家什麼叫大家都能接受 就是 所以你的對象 然後大家都愛 欸 這樣也不錯 什麼意思 就是 是一個帶著出場的 就是大家一講出來 大家馬上就能get到說 喔對這個人 他有一個很鮮明的特色 你懂我意思嗎 我可以理解 你可以理解嗎 就可以帶著出場 欸真的 OK 我 我不能理解 所以Irene剛剛說的 帶著出場是 她會願意跟你一起出來 不管是秋香Sake Bar 或是去各個地方 然後去認識你的朋友 對啊 因為當你們今天要相處在一起 你們就要去share 非常多你們所謂的生活圈 還有你們的一些興趣愛好等等 欸你應該一直點頭啊 還是你們兩個在一起 你都很保證 什麼意思 我覺得你開始一段新關係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 非常完整的後勤團隊 比如說我 就像Irene她有一些煩惱 她自己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她會來找後勤團隊 就是她有後勤團隊幫她support 所以這個就跟我們今天的重點 三菱重工一樣 直接扣回去 好啦 接著我們 接著我們還有下一家酒吧 繼續喝 接著第三家我們來到 位於安和路的這間酒吧 老實說這間酒吧我沒有來過 可是我就是看時尚雜誌推薦 然後跟三菱重工他們合作 它叫Kashoku 然後這間酒吧的老闆 欸 我只能說很有個性 所以我們今天沒辦法順利拍攝 然後他同時跟三菱重工有合作 這三款調酒 就給大家參考看看 然後我們來旁邊跟大家分享這一次 拍攝的心得 第三間這一間它雖然有搭配活動 但老闆真的太有個性了 我沒有辦法喝到 它是三款特色風味調酒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 真的要帶伴侶來 前兩家一定要去 熟食點起來 The Bridge Bar 它的熟食 Oh my God 很好吃 搭配起來大加分 這個冬天能不能脫單 就靠這兩間店了 凱莉的愛情診療室 前面有跟Irene一起分享了一下 我們在選男伴啊 選伴侶的一些心得 如果你有什麼東西想跟我分享 或是你覺得 還立即講錯了 才不是這樣 你也歡迎留言給我 每一則留言我都會看 然後也歡迎大家來關注 三菱重工空調 他們在工業的品質 他們的技術琢磨上 其實也花了很多心力 真的那行人才會去懂他們的厲害 那有日本職人精神 然後如果你對於三菱重工空調有興趣的話 我們的敘述欄也有網址 也歡迎跟著他們的活動 去The Bridge Bar 冰箱酒吧 秋香Sake Bar 去喝喝看他們的特色風味調酒 海莉酒單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也歡迎幫我按個讚 也別忘了訂閱 我是海莉達 掰掰